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黄马球员反应过来 马进就进球了 比赛刚刚开始 马进球员就断球从后场发动反击 戈丁从后场直接送出长传 科斯塔抵住黄马后卫 投球一点 顺势转身杀入黄马进区 尽管黄马的后卫全力回追 但是科斯塔速度非常快 在进区右侧角度非常小的情况下 科斯塔依然选择了射门 他的这角射门是大力尘 黄马门将纳瓦斯对此也毫无办法 1比0 马进取得了梦幻开局 科斯塔进球时间显示 科斯塔进球时 比赛刚刚进行了49秒 这是欧洲超级杯历史上最快的进球 popul zu进行写计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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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